对 我毕竟年轻嘛对不对 我可以就是代替他们 去把这个家给撑起来 我现在立场对我的爸爸 我的妈妈 跟他说一句这么经验 我就辛苦了 不会说好听的 就会说一句话 我爱你 我的心 2016年对我来说 印象最深刻的了 这应该是和我的男朋友分手了 希望我们各自安好 那么在2017年呢 我希望我的事业能够节节高升 讲述 再行动 三年前 一位年轻的班主任带着他的学生为高考拼尽全力 三年匆区而过 他又要踏上高考的征程 就像自高斯 非常的苦 也非常的累 这就是高考 希望同学们告出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我的2016 即将为您讲述 2014年 我们在甘肃惠宁县二中 用将近一年的时间 跟踪拍摄了高36班冲刺高考的故事 学校 学校给三十岁的班主任侯小冰下达了军令状 全班六十四人 上二本县四十人 其中一本县二十人 第一次带高考班的侯小冰知道 这是个必须完成的死人 大家有没有这个信心 有 有没有 有 把握现在 把握现在 就是创造未来 就是创造未来 只要学不死 只要学不死 就往死里学 就往死里学 只要学不死 只要学不死 就往死里学 就往死里学 但是让他想不到的是 随着高考的临近 十六班的各种状况层出不穷 有的学生因为压力过大 身体状况出现了问题 有的学生陷入了早恋 但是高考已经是一个没有退路的战场 侯小冰必须想尽办法 带领六十四个人全力冲刺高考 不自觉地欢向一些卖无贬质的东西 而且有些无法自拔的感觉 多大事的精神 比她漂亮的姑娘多得死吗 你还会想吃她 啊 会不会 多地居这么简单 你说会不会 打过她们 也骂过她们 也给她们说过好话 不论是那种手段 其实从高日到高散的这些 期间 咱们承许的这些措施 母子只要去搜上她们 看能不能考上大学 并且考一个好一点的大学 因为我就感觉到有很多同学 非常讨厌 非常增握 非常的这个反概的这样的感觉 最终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侯小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高三十六班 成为了她和全班学生最难忘的一段人生回忆 靠不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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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眼三年过去了 2016年11月底 我们设置组又来到了惠宁县二重 此时高三年级正在紧张的准备2017年的高考报名工作 又一轮高考倒计时 开始了 那个动物那边就是秀的 哦 对 哦 哦 行 行行行 完了 这个动物那边先去找 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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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个学生期间了 今天是还有日备 日备93天 日备93天 还是还是93天了 哦 明年这个高考也已经开死了 今年这个高考也要开死了 自从高三十六百毕业之后 也没有多大的变化 像我们当老师的这一行 就是送走了一届 又重新带了一届 这一届我带的是22万 这是咱们学校的一个重点版 就是感觉到带上这个班之后 压力比较大 因为像这个班的学生 不论是家长还是社会 还是咱们的这个学校 都给予了他们很高的这个期望 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宣誓 我宣誓 不畏惧所有失败 不畏惧所有失败 不放弃任何努力 不放弃任何努力 李梦想最近的征程 李梦想最近的征程 不再中途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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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坑腔嘹亮的口号 不再中途迷失 不变的还是当年那样 火一样的热气 二十二班的同学们 半年后又将走进高考考场 坚持坚弱 奋战高三十 由于这个铁齿主杰编论 可能同学们都编得比较赖 拜上出现了一些比较浮躁的现象 明年就要比你了 所以说对于高三来说 四几次之日跟四几次挑战 希望咱们在明年的高考里面 在明年的高考里面 靠出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希望同学们 也能够实现自己伟大的目标 实现自己这个心中的这个理想 你们一来让我想起的 以前那股的十六百的学生 他们的变化是挺大的 他们都考的 比如说像陈彦琴同学 考了田径师范大学 都进入了大城市了 还有这个丁子 已经考到了荷兰的 考到荷兰去了 他们的这个变化是很大的 从这个照片上可以看出 变得比以前更时尚 更有气质 变得成熟 必定他们从农村走出去 走到了这个大城市里面 第二天一早 侯晓斌赶到了惠宁县医院 以前十六班的一个学生 狗变乡 刚刚遭遇变护 他的父亲因为严重车祸 正在重整监护室抢救 因为这次你不少学 你也可以讲 你保证人都很忙 在这次去 你一定解决的这个信念 还有这种十十十年后 年外 狗变乡在兰州财经大学上大三 家里逆成贫困 得到消息的很多同学家长和老师 都纷纷通过侯晓斌 为侯便向捐款 还有咱们十一百年的这些学生 都捐了一份钱 捐的也不多 就是这么 海埔岛12个小生 中共捐了四千零二十个钱 四千零二十个钱 对吧 这个时候订阅这个什么简箱 这是咱们百朝学生 还有这个社会后幸 有什么四十片显示 对吧 这个 这四十片显示 有什么困难 高一时巨手 高三时分离 侯晓斌说 不管他们走到哪里 走得有多远 他们都曾经是他的学生 曾经像家人一样 生活在一起三年 这是他作为一个班主任 最珍贵的回忆和荣耀 这是我们将要搬迁的新校区 现在这个校区比我们原来的学校大了三倍 它是我们汇宁县应届设施最好的艺术学校 我希望在2017年 我带的高三二十二版 多余考几个清华背大 为我们汇宁二中争光 争取我们班所有的学生 得了个考上重点大学 我也希望我自己 以后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这是2014年5月 我们在河北省府宁县 洪竹御人工程学校拍到的一幕 说儿哥的这个男孩名叫刘柱 当时七岁 来自距离学校几十公里以外的昌仪县 2013年春节前 家人把她送到了 由卢文子老师创办的 这所专门针对自闭症孩子 进行教育的学校 你是不是气老师了 气老师呢 我气 刚来的时候留住什么都不会说 一个词都不会说 特别多动 现在也多动好多了 点心自闭症 想想 就一个孩子 一听说这个 一辈子的精神残疾 还是不治之症 是死不了的癌症 你说这家长受得了 今年83岁的卢文子 是北京师范大学 心理学系第一届研究生 在天津从事教育工作几十年 退休后 也一直日立于 学前教育的研究与推广 2002年 严禁古西的卢文子 在自己的家乡 河北省府宁县三里洋庄 成立了这座学校 我想我这个最后这一段 应该是做更有意义的事情 大伙不耐干的 干不了的 而且我有把握干的 学历送炭 为了解决资金短缺和失资力量缺乏的困境 卢文子从当地村民中招聘有一定文化基础的人 亲自培训针对自闭症孩子的教学方法 并大胆尝试24小时代理妈妈陪伴康复的方式 在学校里 老师和孩子一对一教学 下课之后 老师还要把孩子们领回家去看护 做代理妈妈和代理爸爸 真棒 老师给读一试说什么呀 谢谢黄老师 哎 张嘴 手不拿 好棒 再给老师给我读一个好不好 读一遍好不好 好 哎 做好了啊 手 腿饭好了 老师 老师得具备 爱心耐心 信心横心 不断的这样训练他 才是自闭症儿童的曙光 更多的自闭症孩子家长 了解到这所学校后 希望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学校来 可是学校原来的校舍条件比较简陋 无法容纳更多的孩子 这也是2014年 我们第一次来拍摄的时候 卢文子最大的困惑 2016年12月 当我们再一次来到 红烛育人工程学校时 老师和孩子们正在举行 学校的第一次升起仪式 2016年半天覆地的变化 从旧校舍变成新校舍了 对吧 这个从各方面制度更健全了 家长能够放心的到这 楼上楼下一看 高高兴兴地走 高高兴兴地来 再也没有那种冷眼了 作为校长 80多岁的卢文子 为了改建学校 几乎倾尽全部家产 监视伪托女儿 卖掉了在天津 一家人住了30年的房子 再加上亲朋好友的捐助 用六个月的时间 盖起了这所新的教学楼 其实我们做儿女的 不愿意看到父母 我80多岁了 在一个特别艰苦的环境里面生活 也把这个学校 作为一个最美的礼物 送给她 她值得 火车火车呼呼响 一节一节长又长 一阳一阳快快来 咱们一起把车上 我都感动哭了 你说我今天都80多了 我都没想到我能赶上 摆脱困境以后呢 赫然开朗 我们这个生活完全变了 老师们感到很幸福 训练吧也方便了 上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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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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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学习了惩罚口诀 下面复义一下 你给老师背一下惩罚口诀好不好 好 起立 一等一一二等二 二等四一三等三二等六 六九五七四七九六七三八九七三 九九八十一 现在离开语背的真棒 一开始来的时候呢 你连数数都不会 是不是 现在呢你会背惩罚口诀了 老师真为你教 咱们鼓掌鼓励一下好不好 好 他有表现最棒 最棒 现在呢他语言方面主动的 老师我吃什么 想喝什么 卢老师我想上厕所 卢老师我要指 怎么这样做 他都主动 小哥 起立 老师再见 现在再见 再见 再见 赵一扬 赵一扬咱们玩球 七八九十 李开语 现在社交 比如说呢 找小朋友去玩 找小朋友跳绳 告诉老师 我要去教花 这些呢 社交意识 这个为他将来融入社会 是很关键的一步 咱们的学的这些知识啊 外语什么的 咱就学了 咱就学他最 你比如说认表 这个买东西 采购什么的 都都这些 利用这些拐棍啊 发展他的这个智慧 你看李开语是个事实吧 我真没 连几年末 李开语的父亲 来看望他 金珠 你好 金珠 开语 好 开语 好 开语 想爸爸了吗 我想爸爸了 衣衣 衣裤 袜子 裤衩 都自己洗 就没跟你说过这事 生活自理 能力强 就是这个 半年来以来以后的变化 那个年末的大年 它是路上的荆棘 南花大象金银的路珠 就是它沙上的汗滴 就是温暖的春风 我们是出寻命 啊 终于找到了 男女需要先出爱心 人和叔叔就住现在哪里 哈哈哈哈 读完了 读完了 真棒 这个变化挺大的吧 没想到 没想到 就是自闭症的孩子 他连过去说话表达 都做不到 他能够居然朗诵性的 念一篇文章 而且那些字他都认识 小时候那种心里 看他那样 我心里崩溃的那种感觉 我就想 将来比现在稍微强一点 我就知足 但是现在啊 他已经不单纯是这个 让我感到欣慰 我就是感觉 一个字惊 这个惊 既是震惊 也是惊讶 对啊 加上 真棒 右面是几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 二对啊 等于 准 减法说是什么做 真棒 新教学楼投入使用后 卢文子为留住和离开余等 这些几年来进步明显的孩子 专门开设了小学班 在上小学班的学生中 这个名叫张一阳的男孩 表现出来较强的学习能力 记忆力方面也特别好 学什么比较快 教授就发现了他这个才能 然后让我们慢慢的 把他的这些才能给发挥出来 让我们给引导出来了 升国旗让孩子呢 练习这个唱国歌 张一阳啊 唱歌是这个咱们学国歌啊 三遍就会了 看来呢 咱们孩子的潜能还是非常大的 从张一阳这件事来说 我们还有了很深刻的启示 我们今后 精雕细刻 对孩子的进行训练 我说我们的孩子的语言的发展 是非常有前奏的 就是一定有大家呢 记住这一点 学校是你们的后盾 罗文子的二女儿徐梅 毕业于医科大学 是一名心理咨询师 除了外出讲课 她大部分的时间 都用来辅助妈妈的工作 因为这些孩子们逐渐的都大了 那他们的去向 他们何去何从啊 他们在社会以后的位置 会是怎么样的 他们在现有的基础上 用什么样的形式 可以给社会做一些贡献 这是我妈妈一直思考的问题 按照罗文子的设想 针对自闭症孩子的矫正 只是第一步 孩子们如何在未来自力更生 过上又尊严的生活 才是罗文子最终想解决的问题 对于这个难题 她和女儿在不断探索中 这个是我们红柱手工坊 孩子们和老师们 做的一些个作品的展示 这个小鱼的材料呢 是有一个工厂 它的下脚料 赠送给我们的材料 这个是我们在网上 挑的各种各样的花布 颜色又鲜艳又漂亮 这些能非常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 大一点的孩子们 越来越大了 让他们掌握一些 在教养的基础上 掌握一些生产技能和生活技能 让他们可以在训练的基础上 有一些产品出来和外界有所连接 王老师 我做的这个 对 你看着 老师 把这个 对 把这个小鱼冲起来 对 把这个小鱼冲起来 对 把这个 把这块的棉花给往里 谁的呀 冲嘛 我这一发 好孩子 这是我和王老师做的小鱼好不好 好啊 真好啊 你做的真棒呀 电商还是比较繁盛流的一个时期 所以其实我也想做一个网店 然后把这些东西去卖出去 结果咱们实践的结果呢 什么都会 连认针都会 会做了 会拿针 引线了 这东西都是很 使我很惊讶 所以有的家长就很担心 说 哎呀 这可怎么办呢 江林 你老了可怎么办 我们还怎么办 我说没关系 有接班人比我好 他们就都放心了 我妈妈就说啊 她这个小小小大头 已经剩了这么一点了 然后她愿意把这些的光亮 再用这个光亮去照亮 更多人的心灵 所以这个部分 当她说的时候 我也是觉得特别特别的受感染 变成新院设以后啊 我的全部新院设计